作词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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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有没有一个人 能让我喜欢打枝花 邂逅的那一场 痛楚的屋檐下 给时间雕像脚马 月后的明天 谁凌乱不乏 心动怎么解答 对泪中不想想想 我从来都没把 再遥远的童话 也要抵挡 I love you So I need you 认定了你给我 那首孤单的理由 直到彼此感同身受 不管多少情情 帮你留夜相伴 左右 定酒店旧同城 安心预定 退改无忧 同城旅行 让您收看 前情回顾 故意相提并论呢 这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输赢赔赚 顾熙熙是我心里唯一的那个 无论如何都改变不了 顾熙熙呢 上飞机了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他真的不在这儿 顾熙熙 你出来 顾熙熙 我认输 我投降 他只是去进修了嘛 又不是不回来了 他真的走了 别难过了 顾熙熙 一早就跑来店里找你 他真是的 我都跟他留言说了 我出发了 对了 小雅 我刚刚从学校报道出来了 现在打算去我之前店里名所 清清 学长 我不跟你说了 我先挂了 学长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前两天来这边出公差 小雅跟我说 你今天来报道 所以我过来看看 那也太巧了吧 你要去酒店啊 我送你 那就谢谢学长了 不客气 走吧 好 地址在哪儿啊 我这次没有订酒店 你从我去附近那个新兴民宿就可以了 谢谢学长 民宿 你不住酒店啊 嗯 可是你这趟也算是为了CC出公差 我应该给你相应的出差待遇啊 没事不用了 我觉得那个民宿条件挺好的 我已经定了 而且离学校和制衣厂都比较近 到时候我去的话比较方便 可是一般来说 学校周围的民宿都不会太好 秦思诚要是知道你在这边受苦 绝对不会坐视不管的 没有关系了 反正我这次过来是学习的 能学到东西不就行了 住在哪里不重要的 而且民宿条件应该也不会太差 好吧 走吧 我去哪里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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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迪 干嘛 不好意思 我实在忍不住了 你都这样走来走去一整天了 你能不能振作一点 几点钟了几点钟 差两分钟两点 我的细细才走了八个小时五十九分钟 她还有两个月二十九天十五个小时 一分钟才会回来 如果你这么想顾下去的话 就去看她呗 这才过了多久 才八个小时 我能这么快去找她吗 我要是去找她 我的霸总人设不就崩了 以后我在家里还怎么掌握主动权 真是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两点了 九个小时了 听票 马上订票 这卧室和客厅啊 朝向都不错 每天早上都有阳光 而且交通也方便 出门就是地铁和公交 那这边的安保情况怎么样 都会有人巡查吗 有啊 门口的小区保安是二十四个小时有人值班的 小区进出都需要密码 你就放心吧 谢谢阿姨 我觉得环境特别好 你们是情侣吧 小姑娘真有福气 这年头啊 这么体贴细心的男朋友啊 还真不好唱 不是的阿姨 不是那个关系 那还没确定关系 暧昧期 不是的 您误会了 我们只是朋友关系 是这样啊 怎么样 这房子还满意吗 阿姨都挺好的 都特别满意 辛苦您了 应该的 有什么需要啊 随时来联系我 阿姨啊 第一时间帮你解决 好 再见 谢谢阿姨啊 拜拜 这房子不错 对对对 比想象座好很多 我的这边熟悉一点 我带你去买一些生活学习用的 好 明天不是正式开课吗 应该会用的 谢谢学长 我见到她了 对 目前还是安全 可莫子欣怎么在这儿 既然你已经见到她了 就证明西西的确是去考察学习的 至于紧张是这样吗 她怎么都不和我商量 她就真舍得我呀 真的啊 她真没跟你商量 尹司承我提醒你 你最好不要轻举妄动 既然西西已经说了 不要去找她 那你就不要去找她 以免 引发逆反心理 后果自负 懂吗 那这个莫子欣怎么办 她现在在这里 万一她趁火打劫怎么办 那又怎么样 你是去找西西 又不是去找她 刚刚你自己也说了 她现在很安全啊 行 我不跟你说了 你帮我查一下 这个商学院的联系方式 就这样 这 这还有没有天理了 老公见老婆 还得偷偷摸摸的 我都为她打包不平 委屈 特别委屈 委屈 啊 委屈 顾西西 为尹司承说的委屈还少吗 这只不过是以 比之道还师比身而已 再说了 西西的人品我信得过 以她的性格 她要是针对莫子欣 有什么想法 那她现在的老公 早就不可能是尹司承了 说的好像也没有毛病 不过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去跟司承说 是让她这样情长挂肚的 我也要让她尝一尝 什么叫白爪挠心 这才公平 这也是来自女方闺蜜的 最后一道考验 考验 你要知道 这人性啊 是经不起考验的 万一司承跟 你又不是当事人 你哪儿那么多意见 是不是因为你自己做不到 所以你觉得尹司承也做不到 不是 我怎么 不可能 我告诉你 那个我 我赞成 我一百个赞成 我双手赞成 我警告你 要是让我发现 你偷偷给尹司承通风报信 我就 怎么可能呢 我们两个才一条心 是不是我的小 乖 你看那个 还挺特别的 讲什么这么好笑 至于吗 跟我们那边 长得还真是不太一样 确实不太一样 挺好看的 别说话 别哭了 学长我请你吃饭吧 这算古诺分红 员工福利 别哭了 别哭了 学长 我看了我们这期的课程 压力还是挺大的 先生 请问可以帮助您吗 不用了 我慢慢学习 小心 放心吧 这个我会 呃 我只要怕 先生 不好意思 您菜单拿反了 我分析我也 啊 您有什么不懂的 想记下 下课以后 给我分全餐 好的 先生 菜单留下 我再研究一下 可以 过来过来 行 附近有家书店 我待会带你去看看 带到书 好啊 呃 会不会太耽误你了 你不是过来工作的吗 我跟你讲过了 不用介意 没关系的 您好 打扰一下 谢谢 哎 不好意思 我好像没有点这道汤 没错 您是今天 金店的第一百位男士 这是我们免费送您的 请慢用 哦 是吗 嗯 谢谢啊 还有这种福利 还有这种福利 快尝一尝 好好尝尝 我跟你准备的精细 学长 怎么了 好辣 辣的 这样吧 我去楼葱汤不来 我跟你换 好 你刚好特别喜欢吃辣的 我去吃辣的 我去吃辣的 你怎么能吃辣的 你怎么能吃辣的 我去吃辣的 你不怕辣 我不怕辣 我觉得好好喝 正好你可以喝我的 罗松汤不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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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来 主要是想和院长您聊一下 关于捐赠的事情 贵孝近几年培养了不少商业人才 我爱莫早就已经注意到 所以我这次来是想在贵校设立一个专享基金 用来支持学校的发展和建设 太感谢了 有您这样的信任 那是我们的荣幸啊 我相信这是一次成功的合作 不过我个人现在对学校的情况还不是很了解 听说最近学校开设了一个进修班 不知道学生们的水平如何 以往这个经修班呢 这是招收我们本校毕业的学生 今年是第一次对外公开招生 尹总 如果有时间的话 可以作为特聘课座讲师 来给我们的学生上一课嘛 传授一些 你的成功经验 这是个好提议 那我就去之不公了 不过我有个条件 就是不要向任何人泄露我的身份 我还是想要低调一些 这个 按道理来说呢 是没什么问题的 只不过 我想很多人都已经听说过您 尹总的事迹 学校在安排课表的时候啊 难免啊 会写上您的名字哦 这个很简单 我换一个名字就可以了 就用 Mr. Zorro Mr. Zorro 你好 我是你的对接导师 Mr. Zorro 欢迎你加入 在校学习期间 将由我负责你的课程 以及生活上的一切问题 以下是我的联系方式 不愧是名校啊 这还没有开始导师都找上来了 谢谢您 Mr. Zorro 可能跟大家相比 我的基础比较差 但我一定会努力跟上节奏 很高兴认识你 顾兮兮 你平时跟我说话 怎么没有这么客气 喂 思辰 你在干嘛 我在看文件呢 这么我还看文件啊 忙嘛 我今天没有跟你说 直接就走了 你会不会生气啊 没有 不是答应过要支持你吗 怎么可能啊 不会 这么好啊 那你有没有郁闷啊 没有 那你有没有想我啊 没有 那么好啊 有那么 一丁点 一丁点 是多少啊 就是比你 最大的 还要大那么一丁点 哎呦 油腔滑掉的 那好吧 继续工作吧 我不打扰你了啊 早点睡 不要太累知道吗 要好好吃饭 好 那你早点睡 一会儿我还要开个会 嗯 你刚刚不是说你在看文件吗 嗯 看完文件一会儿要开个会 嗯 好吧 早点休息啊 我挂了 好 拜拜 好了 这节课的内容 我们先上到这里 这个学期呢 我们除了最后的论文 其他的课程啊 我们都会按照 小组合作的形式来 知道吗 下课 嗯 嗯 那个 Mr.Zoro先生 为什么一直没露面啊 听说这位Mr.Zoro先生 是一位业界大咖 但这次属于特约 所以只会在最后一天 来上一课 在那之前 只要每天交最业就可以了 谁也见不到他 谢谢啊 没事 这么神秘啊 为什么正好是我的导师呢 喂 希希啊 这么晚还没事啊 哦 学长 我还有一个小组作业没有做完 是啊 那我就放心了 我原本还以为 你不太适应自己的学习生活 看来 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没事学长 我有点 不舒服 我可能需要休息啊 喂 希希 喂 喂 医生 她的情况怎么样 不用担心 病人 病人这种情况 主要是因为压力太大 和水土不服 好在 不太严重 注意调整饮食 保证休息就好了 行 我知道了 谢谢医生 嗯 对不起啊 牟总 刚反过那边打电话过来说 这次口动有点问题 需要你尽早过去看一下 你没看到我有事吗 他们难道不能解决吗 我想 你还是尽快过去看一下 比较好 刚医生也说了 顾小姐没什么大碍 这边也有护士小姐照顾 可是合同那边 确实比较紧急 行 我知道了 那个护士小姐 嗯 希希就拜托你多多照顾了 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 麻烦你第一时间跟我说 好的 放心吧 谢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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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知道当老师这么累 还要屁改作业 应该带飞王一块来 顾希希 你可是把我害惨了你啊 我 嗯 手怎么这么凉 孙春 我在呢 我怎么在医院 孙春 你醒了 学长 怎么样 身体好一点没有 是你送我来的 谢谢你啊 不客气 毕竟 这进修班也是我推荐的 我一定要负责到底 还好没出什么事情 不然呢 我以后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 还有阿姨了 我也不知道这次是怎么搞的 我之前 在店里忙的时候 不吃饭也没什么事 也没觉得这么难受 怎么到这边了会这么难受 可能是 水头不服吧 我以后一定会多多注意 不会再出现这种状况 那你肚子饿了吧 有没有想吃什么 我帮你买 早餐不是 不是你买的早餐 这个医院还真是贴心 她怎么知道我喜欢吃油条豆腔 莫总 今晚真的不邀请顾小姐 一起吃晚饭了吗 不用了 可是你不是说 想让顾小姐吃到家乡的口味 所以才特地把那几位厨师 从江北接过来的吗 他们已经在酒店准备好了 现在如果取消的话 会不会有点太可惜了 既然他已经来了 这件事情就让他去做吧 他 不过我也可以帮他们一下 云诺 今天的晚餐照旧准备 是 莫总 莫总 学长 您怎么在这儿啊 我记得你今天早上 要去工厂考察 还顺利吗 大开眼气 这一趟真是没白来 有收获就是好的 怎么样 要不要一起吃饭 好啊 走吧 我自己来 学长 我们去哪里吃啊 吃那个 海湾餐厅 好啊 这吃家乡菜就是不一样 吃完整个人都感觉舒服多了 好啊 这段时间别说是你 我的胃都快受不了了 好啊 要不我们再加点菜 行 服务员 哦 菜单拿一下 嗯 嗯 怎么了 Mr. Zorro說, 有點急事找我, 讓我去他辦公室一趟。 Mr. Zorro? 就是我進修班的堆解老師。 據說是一位業界大咖, 但沒有人知道他是誰, 我覺得挺奇怪的。 真有他的。 什麼? 哦,沒什麼。 我是說, 既然是你導師發話, 那你就趕緊去吧。 還是學校的事情要緊。 那好吧, 那我先走了。 嗯。 再吃一個。 嗯。 謝謝學長。 嗯。 我先走了。 哦。 我只能幫你到這兒了。 你是誰啊? 您好。 嗯。 您是Mr. Zorro嗎? 告訴他,我就是。 就是他。 嗯? 什麼就是他? 啊? 哦,不不不。 我是說,就是我。 您好。 初次見面。 我就是顧希希。 您找我有什麼事嗎? 嗯。 你前陣子也生病了。 身體好了嗎? 嗯。 謝謝您。 前幾天是有些生病, 現在好了。 嗯。 因為這個事情還晚交了作業, 實在不好意思。 沒事。 您注意身體。 嗯。 對了。 既然您現在有空的話, 我想問一下, 就是之前我們討論過的, 案例裡面提到過的近和關係。 其實我還是有一點弄不明白, 想請教您一下。 嗯。 這一點呢, 簡單來說, 可以理解為, 雙方在合作過程當中。 也可以繼續維持, 合作的, 博弈狀態。 更大的激活, 和企業的, 生命力。 從另一方面來說, 合作夥伴的選擇, 尤為重要。 就比方說你的伴侶, 你如果想尋找一個伴侶, 那你一定要, 嗯。 擦亮雙眼。 嗯。 別被那些糖衣炮彈, 給蒙蔽了。 哦。 不,不好意思。 我們說的不是, 合作關係嗎? 哦。 婚姻。 婚姻也是另一層面的, 合作。 對不對。 就好比說你先生, 英俊瀟灑, 赤也有成。 成熟問重。 眾望所歸, 青年太郡。 你一定要好好地把握, 要遠離那些個, 憋有用心的人。 嗯。 野花哪有假花香啊。 什麼假花野花? 我沒說這句, 被自己發揮。 這耳機, 這西服, 這明明是尹思辰的衣服。 您認識尹思辰啊? 有無過一面之人。 哦, 那您一定聽說過前陣子歪貌出的事了。 這一點, 就要得益於你們雙方。 感情的深厚, 又親自去米蘭, 打動了艾利克斯, 才挽回了歪貌的局勢。 這也印證了我之前的說法。 您今天說的話我都記住了, 謝謝您啊。 那我先走了。 走啊。 嗯,謝謝啊。 哎呀。 銷口吵架啦。 算是吧。 哎呀。 女人其实啊 她很简单 是男人有时候 把事情给弄复杂了 跟她低个头 哄一哄她 不就过去了 但问题是 我也没做错什么呀 我怎么和她低头 那 你刚才不还骗她来着 那是因为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还有算了算了 跟你说也说不清楚 我是过来人 你不懂 女人其实她是很聪明的 你仨的任何一个小谎 她心里面都明白 即使她是在 给你一个机会 就希望你能主动承认 你要是负于顽抗的话 那这事肯定就搞大了 就要出事了 明白不 对了 我把这衣服还给你啊 以后有事啊 尽管找我 好 瞒她这么久 她会不会生气呢 还是等最后一天再说吧 万一陈北那家伙说对 怎么办 Mr.Soro 您好 我是顾兮兮 谢谢您这段时间以来 对我的照顾 明天你有时间吗 我想请您吃个饭 谢师爷 这是个好办法呀 实际也更刚好 好 喂 喂 我现在在大楼里 你快点快 喂 喂 细细 细细 先生 我赶时间 哎 哎 哎 有人没登记 跑上去了 过细细 哈龙啊 Mr.Zoro 你骗我 一人一次 扯平了 不是 你怎么知道的 我跟你去米兰前 艾里克斯的事情 没有对外宣言过吧 只见面一次的人 怎么会知道 告诉他 干不尴尬呀 李斯辰 反正我也没打算 继续瞒着 我走的时候 我们俩不是说好了吗 说你好好工作 然后我安心学习 你不打扰我的 可是我是你老公 是我老公就可以跟踪我 就可以骗我 不是 我这不是跟着你 我是怕你危险 我保护你 但你知不知道 你的保护 让我根本就不知道 我的真实水平是什么 不是 你的水平 你自己很清楚 你已经很厉害了 思辰 我不想一味地 只受你保护 我也想成长起来 我也想保护你啊 想跟你并前而立 我不管你是Mr.Zoro 还是我的老公 我都必须把这几课上完 你快回去 不是 你真的这么忍心啊 三个月九十天 我怎么熬啊 顾兮兮 顾兮兮 你就仗着我喜欢你 你不是说好了吗 那个 叶主你好 有 你有什么关系 师叔 顾兮兮兮 顾兮兮你干嘛 算了 我还是打电话 你们跟警察说吧 不不等等等 他说的对 我们确实是夫妻 你看这样算不算证据 我知道他每天早上的早餐 最喜欢的就是豆浆油条 我知道他最爱做的事 就是画画狗 他最放不下的人 就是他的妈妈 他很独立 就是不喜欢被别人照顾 总是想方设法地照顾别人 这个女人总是惹我生气 但是我一见不到他 我就会很想他 我记得他嘴角上扬的弧度 记得我们相遇的每一个瞬间 记得他说过的每一句话 这样算不算证据 我信了 我信了啊 我信了 怎么 害羞了 干嘛 开门啊 我现在是已婚人士 不方便再和女同学同车 小气鬼 我不是认错了吗 认个错就完了 你现在是不是在找茬 可以这么理解 好吧 那我走了 我错了茬茬 我离不开你 慈禅 我现在做这个决定呢 不是在闹着我二道 以后如果我们遇到更大的困难 难道所有压力都让你扛 我也想努力 想变成跟你一样 可以站在一起的人 我想为你遮风当雨 你已经不用再为我遮风当雨了 没有你就没有今天的隐私身 你的压力和委屈我都明白 但是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 你应该相信我 相信我们的感情 就像我相信你永远会陪在我身边一样 有个礼物给你 我们回家吧 诗诚 你放心 这上面的日期足够你完成所有的课程了 我的眼中 会慢慢没有遇 从现在起 无论你做什么 我都会支持你 尊重你 有什么事情我们一起面对 好吧 当爱如期来知道心底 不怕为你变深情星星 会绕上最滑稠 会绕向最滑稽 就则坠落 路蜿蜒曲折 当光芒闪烁 因为爱情那么真实的存在过 重来的一刻 我不会退缩 被你无时无刻牵动着 因为我 只是空白的 坚定不做错 只是想要给你全世界最好的 爱你的是我 童话是真的 恰好的软泪是我心爱柔软的角落 彼此牵引着 真的而执着 让你的梦更完成了 无见不破 爱为了你我 成规则打破 因为我们相爱需要彼此的光和热 静静守护着 一切交给我 化为满天星河 在我的夜空 永不坠落 我对你